在香港大步骄自然护理区的山剑里 生活着一种不显眼的小动物 其身体背面呈褐色 喜欢藏在石块或水草下 与环境融为一体 它爬行速度缓慢 游动时将四肢紧贴身体减少阻力 十分灵活 这便是香港唯一的尤尾两栖类动物 香港裸圆 它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是我国的特有物种 裸圆 因背上的力状突起而得名 与背部的保护色不同 它腹部有鲜艳的斑纹 这是一种警戒色 能在遇险时帮它争取逃生的机会 香港裸圆 栖息在海拔一千米以下 水质无污染的山西地带 广泛分布于香港各地和广东的部分地区 每年四月至九月 它们在西边的林下生活 藏身于落叶和石缝中 进入九月后 陆续有裸圆从陆地向溪流中聚集 开启繁殖剂的精彩生活 繁殖期的雌性裸圆肚子鼓胀 里面有许多等待受惊的乱 一只雄性裸圆正在向雌性求爱 香港裸圆求偶时 雄性不时用嘴和前肢 轻轻触碰雌性 并把尾巴弯到身体一侧摆动 一边展示尾巴中间银白色 或浅蓝色的条带 一边向水中释放信息素 雌性裸圆对另一半要求很高 很多雄性即使尝试多次 还是会以失败告终 这只雄性裸圆也不例外 植物旋垂的环境 是产卵的绝佳地点 水中的石仓蒲叶子里 已经有裸圆将卵产下 很快 这里就要迎来新生命了 香港裸圆产卵很有技巧 它们将卵产在水中 两片石仓蒲叶子的缝隙里 每产一枚卵都要用后枝挤压叶子 确保卵被包裹岩石 雌性香港裸圆 有进食同类卵的习惯 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 成为同类的美餐 雌性裸圆常将叶片抱在怀里 保护卵的安全 一个月过去了 瘦精卵成功孵化出裸圆幼体 它们长有六促花朵形状的体外呼吸塞 四肢已经发育完成 再过两个月 它们将变成父母的模样 爬上陆地 开启一段新的生命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